一季情长 极弦曲弥 52位平时活泼好动的大爱幼教孩子 玉佛典礼上在幼教老师的带领下 井然有序地步入讲经堂 孩子们口里唱诵祭文 手持煮灯香汤 人文礼仪十足 难莫可吃 世家无以后 参与玉佛典礼的还包括八百位家长 孩子专注及认真完成献供仪式 让父母亲这一天看见孩子的成长与承担 毕竟我们知道四到六岁的孩子 要定下来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献供入场 还有整个典礼的举行 希望孩子能够把培养他们定下来 把心静下来 然后能够专注 庄严亲近的玉佛典礼 家长孩子透过礼佛族发入忏悔 揭花香 清净心地 你今天来着什么 玉佛 我们做错事的时候 心会有点黑 所以我们要洗干净我们的心 其实是觉得很感动 感动其实是在自我 觉得孩子的心都可以沉浸下来 尤其是刚才听到说 孩子说心黑了 其实我觉得我的心也很黑 我也需要洗一洗 我觉得常常对孩子生气 是我心黑的最多的那一部分 甲冻带幼儿园以及班丹英达 带儿童教育中心 两校亲师生与前程心 一同圆满玉佛典礼 简单的仪式 期许 净化人心 祥和社会 祈愿天下 无灾无难 大一新闻 真山美志工 中信 凤 许国进 陈志忠 马来西亚报导 Pierce使用 岁三世纪 aa 我 岳 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